转眼间,我们来北京快一年了,我们相互照顾,彼此都很感激对方的关照,总想找个机会答谢对方一下。 过几天,就是我同学的生日了,刚好又是星期六,他太太提议由他们做冬,我们在家里为他老公办个小小的生日庆祝,就我们四个人,提议立刻通过。 那天,我们两个女人约好了下班在菜市场见面,买了很多的生,熟菜品,我的同学提了一捆啤酒,我老公买了一瓶大香槟。 我们下厨的时候,两位男士在屋里聊天。 想想可怜,在一起快一年了,工作压力大,加上居住条件,我们从来都没有时间能坐下来好好聊聊。 饭菜上来了,我们聊起了中间的帘子,饭菜就摆在两张床之间,有两个方凳拼成的桌子上,我们彼此祝福,打开了香槟和啤酒。 六月的北京,酷热难耐,屋里又没有空调,两个风扇不停地吹着。 没过多久,我们的衣服就全湿透了。 喝着酒,也没觉得特难受,因为更多的出汗,却感觉很畅快。 我和小元的衣服,全都贴在身上了,内衣上的花纹,透过湿湿的衬衣,清晰地显现出来。 很是尴尬,我们就到卫生间换上了T恤,我还解掉了胸罩,出来时发现,他也解掉了。 两个男人也不知什么时候都光膀子了,以前他们是从来不在外人面前光膀子的。 今天可能是高兴,加之酒喝多了,和天气太热的缘故吧,当时也没有谁觉得,有什么不妥。 我惊讶地发现我这位老同学的肌肉是如此的发达,而且阳刚十足,在学校时,我可是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。 到晚上11点时,酒都喝光了,大家也都有些醉了,小元摇摇晃晃去烧水,我们轮流运运呼呼地擦了一下身子,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大帐里睡觉了。 我啤酒喝得太多了,加上又混合香槟的缘故,意识都有些模糊了。 晚上频频起夜,头一直晕晕的。 有次起来,厕所有人,我就靠在门边,迷迷呼呼地问,谁在里面? 门开了,小元摇摇晃晃地出来了,含混不清地对我说,我都记不清起来几次了。 我从厕所出来后,扶着墙,迷迷呼呼地回到帐子,一看床上躺着两个人,急忙出来到了另一个帐子,倒在那个熟睡的男人身边,搂着他就睡着了。 说也怪,那晚就再也没有起来过。 大约早上十点多,我醒来,可还是迷迷呼呼的,睁开眼,看到周围的东西有些陌生,看了看身边的男人,一下子彻底清醒了,我失声惊叫起来,紧接着,那边的帐子也传来惊叫,原来,昨晚我们两个女人上错床了。 我急忙跑出来,差点和小圆撞上,回到自己床上,搂着木凳口呆的丈夫,哭了起来,老公回过神来,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说,没事了,没事了,酒喝多了吗?快点,该起床了。 那边我的同学也同样地劝着他哭泣的妻子,男人的安慰让我们安静了下来。 大家都起来了,开始收拾昨晚留下的一片狼藉。 两个男人谈笑风生,还相约下午去书店,我们两个女人在厨房里,配合默契地洗着碗,谁也不说话。 这时,就听到屋里两个男人互相调侃开了,女权运动杀到中国来了,咱们的老婆把咱们俩给换了。 说完大笑,我们俩互看了一眼,也不由自主地笑了。 我们俩都想消除彼此间的尴尬,我就没话找话地对他说,跟他同学四年, 想都没想过他,可却发生这样的事,不过说实话,你老公的肌肉够结实的。 他接着我的话说,你老公也不赖,肌肉虽不很发达,可皮肤细腻着呢,软软的也不错呀。 昨晚我就觉得奇怪,还以为是我老公喝酒喝的皮肤发胀变细了呢。 我又开玩笑地说,看来我们是各得其所了。 他也开玩笑地说,你这么满意他,干脆下午我们跟他们一起出去,把老公换过来,体验一下挽着别人老公逛街的感觉。 行啊。 这时,老公在屋里问,两个小丫头在密谋什么呢?